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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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是荷兰语频道 現在報告7月26日晚的新聞 首先是中美外交官會議的消息 中美外交官在天津繼續舌劍順槍 美國國務院官員7月26日說 美國副國務卿謝爾曼 在與中國官員進行坦率的談論 是專業和直接的 在包括中國被指涉及黑客活動 以及鎮壓香港等議題上 開城報公 官員說 副國務卿非常強硬地 讓中國人了解 我們必須支持我們所談論的事實訊息 美國指控中國違反 香港、新疆及西藏的人權 美方官員說 我們正在尋找建設性的方法 推進其中的一些議題 但我不認為 我們期待有任何重大的突破 謝爾曼在會面中 也提出媒體自由 中國軍方在台灣海峽 以及南海的行動等問題 美國在會談中 線述他的觀點 並沒有達成具體的協議 也沒有討論兩國領導人 可能會面的問題 一位美國政府高級官員說 達成一致或有具體的結果 不是今天的目的 美國官方高層負責人向媒體表示 謝爾曼在對話中 向中方善術、美方關切的人權問題 中國在香港問題上違背承諾等問題 表現得十分有力 據法新社報道 謝爾曼在與中國外長王毅會談的時候 還呼籲中國允許對新冠病毒源頭 展開第二階段的調查 謝爾曼星期一 在天津和中國外交官員 舉行閉門會談之制 中國外交部主動放話 指責美國造成了雙邊關係的僵局 中國外交部7月26日 在官方網站上刊登了多篇新聞稿 透露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 在這次會談中 對美方發出的多項指責 根據中國外交部的新聞稿 謝鋒在天津和謝爾曼會談的時候表示 中美關係目前陷入僵局面臨嚴重的困難 根本原因是美國一些人 將中國當作假想敵 新聞稿說 謝鋒敦促美方改變這種極其錯誤的思維 以及極其危險的對華政策 中方向美方提出兩份清單 一份是要求美方糾正其錯誤的對華政策和言行的清單 一份是中方關節的重點個案的清單 謝鋒表示 中方敦促美方無條件撤銷對中共黨員及家屬的簽證限制 撤銷對中方領導人、官員、政府部門的制裁 取消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 停止打壓中國企業 停止滋擾中國留學生 停止打壓孔子學院 撤銷將中國媒體登記為外國代理人或外國使團 撤銷對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關節的重點個案清單中 中方主要就中國部分留學生赴美簽證遭拒 中國公民在美國遭受不公正待遇 美國不法分子的滋擾 衝擊中國駐美司令館 美國國內受亞反華情緒滋掌 中國公民遭暴力襲擊等個案 向美方表達嚴重的關節 要求美方盡快解決 切實尊重保護中國公民和機構 在美國的合法權益 謝爾曼在結束對蒙古訪問後 星期日通過推特表示 在我今天前往中國的時候 我想向那些在河南省嚴重洪災中 失去親人的人表達美國的衷心慰問 我們對所有受這場悲劇影響的人表示同情 謝爾曼星期日還在推特上公布了 他與美國在華商業人士代表 舉行視頻會議的照片 他說 直接聽取美國商界人士 關於他們在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很有價值的 拜登哈利斯政府正在推動為美國公司 在中國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 其他消息 英國的航空母艦已經進入南海 英國在南海問題上站在美國的一邊 已經將伊利莎白女王號航空母艦派到南海 與此同時 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丁 這個星期也將訪問東南亞國家 就南海問題批評中國 根據美國國防部的聲明 奧斯丁本星期將訪問新加坡、越南以及菲律賓 據悉 這是拜登政府內閣官員首次訪問東南亞 據英國路透社7月26日報道 在7月27日的新加坡主子演講中 以及在與越南以及菲律賓官員會員的時候 奧斯丁都會公開點名批評中國 在南海的侵略性行為 並強調保持更廣泛地區的自由和開放的重要性 報道說 奧斯丁的訪問緊接著美國常務副國務卿 謝爾曼7月25日至26日的中國行之後 同時也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印度之行 時間吻合 英國《金融時報》7月25日 原因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稱 英國政府正要探討 如何將中國國有核能公司 從英國未來所有電力項目中剔除 包括在薩福克郡建造投資約200億英鎊的 新塞茲威爾核電站的財團 報道稱 英國政府高層的態度轉變 也影響了中國廣核集團 使用中國自己的反應堆技術 建造一個新電廠的建議 並對英國未來核能計劃提出疑問 在此之前 倫敦和北京的關係近年來 因為各種問題而變得冷淡 這些問題包括中國對香港民主權力的鎮壓 以及對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待遇 以及對武漢最初爆發的新冠疫情事件的處理 報道提及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去年曾經表示 英方不能再和北京維持一切儀償的關係 到目前為止 最引人注目的行動 是以漢信政府迫使中國電信巨頭華為 退出了英國5G網絡建設 不過英國政府拒絕確認或否認 不再希望中廣核參與核電項目的說法 一位發言人說 英國的所有核項目 都是在強有力的獨立監管下進行的 以滿足英國嚴格的法律、監管和國家安全的要求 確保我們的利益得到保護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6日主持 抗洪搶險救災及防訊工作視頻會議時 特別指示信息發布要公開透明 到目前為止 中國官方公佈地鐵站5號線死亡12人 而京廣隧道內現場發現了6名遇難者 但是 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的報導 救援人員總共在三處隧道內 拖而安置各種車輛 一共有247輛 目前京廣隧道已經被軍方接管 禁止靠近拍照 關於死亡人數 社交網絡上有各種各樣的說法 還有視頻 外媒驚嘆 河南滿街都是義和團 河南水災之後 不少外國媒體也前往採訪 但是根據外媒的報導 以及網絡的訊息 鄭州、河壁伸向一些外國民眾 當街阻撓德國之星、美國CNN、 英國BBC、澳洲廣播公司ABC的記者採訪 這些民眾一邊阻撓 還一邊指責他們 妖魔化中國、選擇性報導 刻意抹黑中國、亡我之生不死等等 要求查看拍攝畫面 這些西方記者感嘆 在中方的洗腦下 已經不需要有關部門出手 滿街都是受外的民眾 對外國記者充滿了惡意 香港以務球隊員伍家朗24日 在東京奧運會的一場比賽上 穿着帽特區區旗的全黑球衣 被建制派成員批評 其中民建聯成員穆家俊更要求伍家朗退賽 有關貼文獲得了同屬民建聯的 行政立法兩會成員張國軍和何俊賢的呼應 何俊賢的貼紙還批評伍家朗 成何體統 黑衣黑褲印白字 設計都沒有錢嗎? 在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抗爭中 很多人都穿着黑衣 因此在很多建制派支持者眼中 黑衣就和反修例抗爭畫上了等號 伍家朗就求醫事件解釋 說他由於與贊助商的合約結束 他只是選擇了自己感覺舒適的球衣賞場 並強調他一直因為是香港隊成員的身份 而感到自豪 希望外界關注運動員的表現 而不是他的衣著 吳教朗兩道在Facebook上回應說 指求醫上的印字按俱期法例 如果沒有獲得授權之前 不可以印上俱期和俱費 香港羽毛球總會 昨晚亦發表聲明解釋事件 強調伍家朗的求醫 只是寫上性命和代表地區符合規格 順利獲得裁判批准出賽就行了 在吳家朗做出解釋後 賀俊賢修改了帖文 但是批評吳家朗的民建聯成員 還沒有向吳家朗公開道歉 穆家鎮在昨晚再次說 他終於等到了羽毛球總會的聲明 並且清楚知道事件的真相 希望吳家朗在下一階段的比賽中 能夠穿上俱期的球衣參賽 但是穆家鎮現在已經刪了他的帖 港協兼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 在社交媒體帖文說 只有運動員自己才知道 穿著什麼球衣比賽 最能發揮自己的水平 只要符合國際總會的規定就行了 另外今天香港隊獲得一面金牌 是男子花劍的張家朗 英國德文君一對夫妻正在 賓海的咖啡廳共進晚餐 慶祝結婚周年紀念日 浪漫的時光突然被身邊的騷動打斷 只見一手游輪從遠方慢慢駛來 甲板上都是全裸的男女 一些人對著岸上民眾開心鼓揮手 一些人正在欣賞晚霞 還有一些人在下層的船艙跳舞 或者在酒吧裡盡情狂歡 這是一群天體主義者 舉行的遊船河活動 一個叫托佩太陽俱樂部 吸引了很多天體主義者的加入 他們每星期舉行一次聚會 以及其他年度活動 今年的裸體遊輪 二十三號晚間七時 從埃克斯茅斯碼頭啟航 船上設有酒吧抽獎 自助餐以及各種娛樂活動 這次更多了殺客館的現場伴奏 不論任何年齡、行業或身份都可以參加 所以就有了這樣另岸上的觀眾驚奇的一幕 今天的新聞就報告到這裡為止